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把鼻涕夹进了同学泡面了 竟直接赚了人生中第一个百万 只因他和同学打架的视频意外上传到了网络 不曾想尽在一夜爆红收获千万流量 瞬间同屌丝逆戏成出手祸瘦的公子泽 然而一天前他还只是学校的最底层角色 为了避免遭到拥有70万粉丝的笑把殴打 男主每天都必须乖乖化上丑妆被迫在别人直播间出镜 不仅要遭受大量网友嘲笑 甚至还拿不到一分钱 而在笑把寸头哥的带领下 长得漂亮的黄发妹子也是加入了直播行业 并以男主扮演出丑的戏码一天狂涨5000粉丝 听到寸头哥要随机给粉丝抽台新版电脑 男主只觉得卑鄙 只因他知道寸头哥说这话完全是涨粉的噱头 压根不可能真送电脑 但对此男主只敢在心里偷偷抱怨 看着镜子狼狈的自己 男主实在不服气 寸头哥明明成绩倒数 可却拥有一次赚几十万的能力 似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能力 可他偏偏眉眼眉头脑 只是个任人欺负的屌丝 就连帮寸头哥拍视频的黄毛也能不时打开一顿 尽管男主知道这人或许打架能力不强 但谁叫对方身后有寸头哥撑腰 就在男主为此愤愤不平时 刚才直播的黄发妹子竟惊讶表示赚了三万块 此言一出男主瞬间傻了 仅仅一个午休就赚了他打工一周的钱 黄毛健壮也不禁眼红了 如今靠着帮寸头哥拍视频的经验 他觉得自己做个账号也未尝不可 于是询问起了直播需要哪些准备 文言寸头哥自豪表示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成年人的身份和银行卡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平台的收益 然而黄毛因为之前偷偷花了父母的存款被抓了现行 已经没办法弄到家人的账户 突然他想到了男主患病的单亲母亲 主知道本该出拳报答黄毛 可他最终还是隐忍了下去 如今母亲待在医院每天都需要用钱 他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意外 心疼交完三万住院费后 男主便来到一家快餐店打工 一想到累死累活却只有五千 男主就感觉人生一片漆黑 好在店里有一个妹子小薇 不仅人长得漂亮待人还十分友善 只是一个微笑 男主就觉得内心被深深置疑 可就在这时 寸头哥开着直播大大咧咧进到了店里 目标显然是冲着小薇来的 表面说是要完成粉丝的挑战 却拿出一张超级加量的汉堡图片 要求小薇在30秒内做好 如果失败就要给联系方式 想到自己女神要被这种人得到电话号码 男主立马决定为女神而战 听了老命在30秒做好了汉堡 尽管男主知道明天上学肯定会被寸头哥暴打 但为了女神一切都值得 而也正是这一举动让女神对他另眼相看 晚上黄毛来到了男主家里 并借着男主母亲账号开启了游戏直播 听到榜一表示只要30个人头就打赏3万 男主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偷偷在泡面里加了点薄料 但就在他端过去时 不小心被一根电源线半头 于是下一秒 恼羞成怒的黄毛对着男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打着打着还讽刺男主母亲活该的癌症 殊不知词语精准踩中男主围躯 就这样男主发现了打架似乎并没那么可怕 抄起泡菜就跟黄毛不握起来 两人都不知道摄像头一直录着 并且已经有人在直播中看见 到了深夜 男主看着遍地狼藉 只觉得自己好凄惨 但他还不知今晚就是改变人生的转折点 为了省电他在睡前关闭了主电源 一日一早 男主就被手机铃声吵醒 原来是黄毛打来质问 他为什么要把昨天打架的视频上传 此时男主看着昨天扯掉的电线才明白 自己当时只是关掉了显示屏 主机跟摄像头都还在运作 而直播中一旦电脑关机内 将会直接把回放自动上传 虽然很不敢置信 但看着账号上的实时在跑的数据 和接近一万的各地评论 只得无奈接受了这个现实 他本打算马上删掉 可突然发现一次观看就有0.1元 如果以这个单价乘上现在的观看数 打架的视频很快在网络传开 学校的人也知道了黄毛若鸡的事实 纷纷把他当成了效率 于是为了维持自己本就不高的地位 他选择欺负搬上玩游戏的宅男 不料 而经此一事寸头哥也直接将他抛弃 黄毛深刻明白从现在起他的地位和男主一样 另一边男主真切明白了有钱的快感 10万的医药费笑着就付了 毕竟视频产生的100万收益已经是板上钉钉 靠播放就赚钱让男主只觉得美好的在做梦 但下秒黄毛就一拳把他打回了现实 黄毛要求平分一半收益 可男主怎会答应 两人就这样再次互欧了起来 可当他们打完在椅子休息时 黄毛却是冷不丁拿出了他们刚才打架的路下 男主还以为又要上传这个 但黄毛却表示连续发同样的内容可没人看 肯定被人说造假 他这次找男主的真正目的不是打架 而是合作一起靠视频赚钱 黄毛十分自信靠着曾经为寸头哥做企划和拍摄等经验 能帮助男主成为下一个网红 简单来说一切幕后工作都由黄毛做 而男主只需出镜就能赚大钱 一番话说的男主蠢蠢欲动 于是便询问如何分成 黄毛见计谋得逞 以为男主不懂直接表示九一分成 可男主当场就给他一个友好手势 如果是这样他还不如老老实实去快餐店把工 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但黄毛却是彻底慌了 毕竟这可是他唯一可能翻身的机会 于是急忙表示自己拿小货 可男主依旧不理他 男主为了赚钱能有多疯狂 竟在斑霸直播时脱下衣服露出身上的瘀青 说八哥平时在镜头前装成好学生 但私底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 自己身上的瘀青 就是被他霸凌最好的证明 可八哥见状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笑了起来 因为他的手机早就没电关机了 所以中断了直播 八哥现在打得很爽 可他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男主和黄毛设的局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揭发没有那么容易 于是便让黄毛在旁边提前用手机开启了直播 只要男主站着不动挨打 他们就能从中大赚一笔 而男主此时又有了新的想法 难道观众真的就喜欢看被霸凌者一直挨打吗 所以为了能赚更多的钱给妈妈支付住院费 男主决定发起反抗制造节目效果 可他才当摆起战斗架时准备反击 却在看到八哥那强大的体格和纹身时就怂了 现在他的心里想的只有希望快点挨个人劝假 然而所有人都只想看热闹 根本不嫌事大 却不料也就是这事八哥说的一句话 彻底将男主激怒了 两人体格上的差距 注定了男主的反抗不会有任何效果 不过好在直播间的反响还不错 近来观看的人数直接翻了个本 身体不断传来的痛感 让男主认清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打架 上次他和黄毛那个最多只能算是打架 而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被八哥接下来的一拳打死时 坐在教室角落的人说话 他让八哥不要吵到自己五胸 原本八哥还想骂几句让对方闭嘴 然而当说话的人抬起头后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没想到综合格斗的热门心愿 竟然也在这个班 见状八哥只能认怂 放过男主离开了教室 而男主也因为这场直播 收获了不少原来属于八哥的粉丝 八哥晚上回到家 还在庆幸手机关机的及时 不然就被男主给爆出真面目 但当他给手机充上电打开视频软件后 发现私信全都是骂他的 接着再打开主页一看 粉丝也已经掉了一大半 隔天男主上传了直播片段 直接导致这次事件登上了各个网站的热搜 虽然八哥及时开启直播到了前 但却不小心犯了个低级的错误 同时除了男主揭发八哥外 网友们也翻出了他以前公益造假的视频 这下八哥算是彻底凉了 而男主则是趁机崛起 直接收获了十多万粉丝 不过他也想起来之前黄毛说过 视频的长度决定了收益 因为平台会在时常合适的视频中插入广告 这样一来作者才能赚到钱 所以男主如果想要拿到收益的话 下次打架必须撑过三分钟 想到这男主便在网上搜索自学打架 却不料还真有一个账号在做这种视频 只不过他连一个粉丝都没有 但视频却很多 于是男主便随便点了一个进去观看 作者是一个戴着鸡头面具的外国人 他说如果打架想要赢的话 首先要拥有正确的心态 第一条就是禁止激动 在打架时一旦控制不住自己 那么挥动的就不是拳头 而是情绪 反过来思考 如果能让对手情绪激动 就会形成有力的局面 听到这男主还觉得鸡哥挺厉害的 然而接下来对方教学的无痛挨奏法 让他觉得这完全就是在扯淡 于是男主也没了再学习的兴趣 直接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男主来到汉堡店辞职 毕竟靠打工的话根本赚不够妈妈的治疗风 然而在后面正准备换衣服的保卫 听到了这件事 连忙就跑了出来 他说男主真的很帅 居然敢揭发八个那种人 所以临走前想要加个联系方式 回到学校后 男主就一直沉浸在和保卫的聊天中 却不料这时黄毛突然找过来 问他有十万粉丝的感觉怎么样 但男主觉得除了挣的钱多了点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却不料这时班上的路美突然找不过来 正在男主享受这种感觉时 八哥突然找了过来 毕竟男主毁了他的频道 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男主给打残 见状男主也突然想起了昨晚看的鸡哥 他说的让对手情绪激动 不正是现在这种情况吗 果然在面对八哥挥过来的拳头时 他竟轻松地躲了过去 这让男主开始有些相信鸡哥了 于是便准备尝试一下无痛挨揍 却不料就在他即将迎上八哥的拳头时 黄毛及时拿着直播设备走到了后面 原本八哥现在就着急洗白 所以见状也不敢再动手 只能信心离开了教室 不过男主还处于震惊中 想着回去一定要好好看鸡哥的格斗教学 放学后 男主正在外面等黄毛一起去商量拍视频的事 刚好这时宝威也找他聊天说想要打电话 却不料突然有对情侣认出了他 便走过来问男主的视频挣了多少钱 但男主说视频没经过省 所以收益还没体现 不过这对情侣并不相信 直接就将男主带到小巷子中开始搜身 也就是这时男主才明白过来 这对小情侣根本就不是他的粉丝 然而男主之前的钱都给妈妈交了住院费 两人连一毛钱都没搜出来 正在男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事 黄毛突然找了过来 见状男主还以为有了希望 结果黄毛实力太弱连一拳都扛不住 最后小情侣要走了男主的手机 让他之后提现了收益在拿钱去数 可上面还有保卫的联系方式 男主舍不得就这样放弃 只能抓起黄毛问怎么办 听到这男主也感到无比心动 于是在思想斗争了一番后 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男人每次打架都不还手 甚至还用头去接对方的拳头 但就是这种挨揍的打法 却能让他在打架中获胜 只因男主不久前 在网上看到了鸡哥的格斗教学 于是便开着直播 找到了抢自己手机的小情侣 首先鸡哥教的无痛挨揍法第一步 就是先观察敌人的惯用甩 如果是右手的话 就一定要站到他左边的位置 毕竟没学过格斗技巧的普通人 挥动拳头的幅度会很大 这样一来加上较远的战略 就能获得足够的反应时间 这一下男主并没有感到很痛 因为拳头在挥出去之后 打到对手的瞬间产生的力量是最大的 所以只要反过来思考 趁拳头还没达到力量最大时 主动用最硬的额头迎上去 疼痛就会减少很多 而接下来只要收紧下巴绷紧肌肉 将头当作拳头来挥动 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番交手下来 男主和胖哥都拿对方毫无办法 但这可把旁边负责直播的黄毛给激坏了 因为两人一直僵持不下的缘故 导致直播节奏被拖慢观众纷纷离开 虽然男主上次对战八哥结束太快很难产生收益 但像现在一直拖节奏下去也是个大问题 这时直播间突然出现一个弹幕 说打赢这场价的人会是男主 而发弹幕的这个大叔 上次也认出了男主班上的格斗界星星金文成 所以应该是比较懂格斗的 不过这条弹幕一发出来 顿时就引起了其他网友的讨论 他们都不认为男主会赢 但大叔却表示争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胖哥的拳头已经红肿的不行了 要知道平常只是打沙包 拳头都会很容易肿起来 何况现在打的是更为坚硬的头 只是现在胖哥因为过度兴奋 肾上腺素在分泌 所以还没察觉到 就这样男主成功拿回了自己的手机 不过同时他也变成了猪头 一周过后 男主上传的直播片段 获得了100万播放 同时收益提现的审核也通过 产生的收益一共有200万 不过男主却感到很奇怪 按照每次播放0.1元的收益来谈 他的视频总播放为2500万 这钱是不是给少了 但黄毛却表示这是正常的 因为视频在发出去之后 需要经过审核才会插入广告产生收益 而在这之前的播放都不会给钱 听到这男主也才明白过来 原来视频收益是靠观众看广告产生的 可不管怎么样 以后只要再制作更加刺激暴力的内容 肯定就能收获更多播放 然而这个提议直接就被黄毛否则了 表示这次只是他们运气比较好 要知道视频平台是有黄标机制的 如果内容被审核查出过于有颜色和暴力 就会被打上黄标 这样一来视频也就无法获得收益 却不料也就是这事 两人看见了陆美正在外面直播 成功甩掉陆美后 可把黄毛给气坏了 他可不想被这种狐狸精把男主的粉丝抢走 但当他回过神后 发现男主正盯着路边的服装店看 上面的运动夹克很帅 原本男主以为价位在三到四万左右 然而定睛一看结果发现要十四万 他发给黄毛的工资也就这么多 有这钱都够他去网上买一百件 男主没想到黄毛才刚拿到工资 就全部拿来买了一件衣服 而这种衣服对于黄毛来说 只不过是一件基础款发 这下男主也终于发现 自己虽然拥有了三百万 却还没学会有钱人的思维 但也就在这时 他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原来是保卫约男主出来玩 这才导致他突然就脑子一热 将十四万的衣服给买了下来 但男主还没适应有钱人的生活 面对别人看他穿名牌的目光非常难受 于是只能顺手打开直播环节一下 然而路人见状也认出了他来 都说他是靠出卖同学赚钱的人 听到这男主也才明白 原来成为网红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好事 却不料也就是这时 这下男主有些尴尬了 他没想到旁边还有个红毛在直播 而这时正在和粉丝合影的红毛 突然发现了一个极品美女 于是连忙跑过去准备搭讪 然而美女却完全不想搭 因为他是来和男主约会的 男主没想到一时冲动买下了衣服 进屋打屋撞和宝威成了情侣庄 接着宝威带着男主来到咖啡厅 但男主平常从没进过这种比较时尚的地方 所以比较自卑 而旁边的人见他身边还有个美女 也纷纷议论起来 说女生和比自己矮的男生在一起 肯定会觉得很丢脸的吧 原本就有些自卑的男主 在听到这些话后 心里的自卑感更强了 于是便将看着像情侣庄的外套脱了下来 他不想让宝威因此感到丢脸 却不料宝威将这些行为都看在了眼里 很快两人点好甜点坐下 这时宝威问起男主的各种兴趣 想要找个话题聊起来 但男主每个回答都天衣无缝 让宝威听着就像是不想聊天一样 宝威要走男主终于急了 这才说出了心里话 他表示自己没有什么爱好 平时就喜欢刷点视频 也没有什么朋友 放假都是宅在家里 但他真的很想和宝威一起吃饭 可是一看到对方 他就没办法好好吃东西 毕竟有这么漂亮的脸在面前 注意力怎么可能再吃得上了 就这样 男主和宝威重归于好 但路上宝威却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说他也在附近 挂掉电话宝威告诉男主 他是自己的小学同学 以前玩得挺好的 只不过后来断了联系 也是最近好不容易才又加上了联系方式 而且这个人还和男主在同一个学校 好像叫什么金文成 听到这男主顿时就懵逼了 那不是自己班上的格斗星星吗 男人当着直播间一万人的面脱下裤子 只为求敌人放过自己心爱的女人 原本他以为这已经够绝望了 却不料就在他准备脱下最后的内裤 要让对方的直播间被封掉时 他的情敌竟突然出现 不仅帮他保住了最后的尊面 而且还轻松打倒在场的所有人 像个英雄一样就吓了他喜欢的女生 男主回想起上一次和这个情敌见面时 也是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场景 当时他和宝威吹牛说自己和文成很熟 但没想到他才刚说完文成就出现了 原本男主以为对方肯定会揭穿他 然后让自己从此被宝威看不起 可文成却好像要故意帮他一样 不仅说两人是一个班的 还问起男主最近是不是在开直播 说他也有在看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 但男主却并没有感到开心 因为他们三个一起走在街上 无论怎么看 宝威和文成都才是最配的 所以男主决定退出成全宝威 于是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假国研发作 不能再继续一起去玩了 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黄毛巾一直跟在后面偷偷开直播 在看到男主临阵脱逃后 他找过来质问男主为什么不继续下去 刚才的气氛明明就很好 对此男主解释说 自己和堂堂正正长大的他们不同 他只是一个肮脏扭曲的假国研混蛋 所以男主很清楚 他和宝威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这时黄毛却突然正经起来 告诉男主恋爱就像是一场比赛 有很多人竞争也是正常的 虽然有些对手确实很强劲 但却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黄毛让男主仔细回想一下 找他出来约会的是谁 请他喝咖啡的又是谁 如果宝威对他没兴趣 又怎么会为他花钱 难道他没看到 离开时宝威寂寞的表情吗 被黄毛骂了一顿 男主顿时醒悟了 于是马上就要去找宝威 表达自己的心灵 另一边男主找到了宝威 不过这时文成却刚好要离开 他下周还有比赛 所以需要先回去准备一下 临走时 文成回头说男主其实很会打架 他每次都有看男主的直播 之前用头主动凝拳的战术 确实能将伤害减到最小 但后面还有一些动作 应该是男主为了节目效果故意没做的 听到这男主有些懵逼 这些招式都是他在网上跟鸡哥学的 他只看到了无痛挨揍法阵 根本不知道后续还有招式 但这也让男主感到有些害怕 难道说鸡哥的教学不是只有他能看见吗 文成走后男主和宝威来到公园长椅坐下 这时宝威也想起男主是不是有话要说 所以才找了回来 憋了半天 男主才问出宝威的理想形式是什么样的 对此宝威回答说应该是诚实的人吧 听到这男主刚准备诚实的表白 但这时他却发现黄毛竟在后面的草丛里面偷偷直播 于是便将鸡给抓了出来 可男主很快发现了问题 就是黄毛的脸怎么一副被揍过的样子 而紧接着八哥就一脚踹飞黄毛走了出来 同时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混混手下 见状男主想让宝威先回去 但八哥却完全不给机会 见此情景男主刚要气血上头冲上去 但他突然想到姬哥说的不能被情绪主宰 所以就准备先激怒八哥 这时男主也想了起来 姬哥在片尾说过 用过一次无痛挨揍法后还想再用的话 那人完全就是傻子 无痛挨揍法最大的破绽 就是能被上勾拳轻易地破解 接着男主还想再回忆一些姬哥的教学 但奈何他目前就看了这么多 所以只能站着被八哥狠狠地暴走 但即便是这种情况 男主也不忘记求饶 让八哥放宝威回家 男主没想到八哥在开着直播 而且还逼着黄毛当摄影师 却不料也就是这事 宝威突然发起反抗 一巴掌扇在了八哥的脸上 这下可把八哥惹怒了 让黄毛把镜头转到一边去 他要开始打女人了 见状男主也不得不使出 自己目前唯一的手 那就是脱下所有裤子 让八哥的账号被永久封禁 男主没想到在关键时刻 文成竟看到八哥的直播后找了回来 而这也导致他那为数不多的自尊 没能派上用场 解决完八哥几人 文成走到宝威面前问他有没有事 但宝威却表示男主才更需要帮助 而文成作为男人自然懂男人 拉着宝威直接离开了 因为在这种时候 这么做才是真正的为男主着想 没有谁希望心爱之人 看到自己落魄的模样 此时树林中 一直悄悄跟在后面 偷看男主的一个短发女生 看到这一面 也忍不住流出泪来 毕竟谁都知道 在心爱之人面前尊严被反复碾压 是多么的痛苦 在这次事件过后 八哥换了直播方式 靠着每天怒怼黑子 又吸引了一批新的粉丝重新活了起来 只不过这次直播被戏弄的对象 从男主换成了黄毛 而另一边男主再也没去过学校 就连宝威也联系不到他 因为他正在家看鸡哥教学努力修炼 这次的内容需要一个月才能学完 另一边在学校 八哥由于找不到男主在哪 只能每天开着直播打黄毛 让他把男主给叫出来 可黄毛却异常地讲义气 一直在说让男主不要出来 好好待在家里 喧嘎独独 不規則的代表 一般人と战って勝つ方法